還是要提一下雙方的投手 鹹蛙投手的表現非常的優異 那以馬克來講 今天他主要的一個對決的方式 就是他快速球 再配合他的小區球 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控球方面也非常的精準 所以前五局他僅僅用了只有53個球 整個對決的過程也被打了四次的安打 有三次的鎖三陣 沒有任何的四次球出現 那至於林柏佑 今天在整個對決的策略 基本上是他的快速球 那今天在整個看起來就是 一大犀牛面對林柏佑的快速球 位置稍微高一點 但是都去追打 這一點如果沒有做改進的話 我想在攻擊方面 可能沒有辦法有很大的突破 那林柏佑今天是除了這個快速球的 取得好球之外 接下來他的滑球投的也很棒 所以今天兩位的先發投手 在配球控球方面搭配得都非常的好 好